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仅仅只是一个小小信使的高福元 1935年9月 西北教匪总司令不成立 蒋介石自封为总司令 张徐良担任副司令 随即 东北军奔赴陕甘地区进行搅供 但志得意满的东北军却吃了大亏 东北军交零西市619团被全监 高福元就是619团的团长 他因为受伤 被我军俘虏 也有一种说法 是高福元素来对共产党有好感 这次被俘是他故意的 无论如何 结局是高福元不仅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接受了返回东北军 劝说张徐良放弃搅供的任务 在中共方面宣布东征抗日的同时 已经返回东北军的高福元 交给了张徐良一封来自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秘密信件 并声泪俱下地向张徐良阐述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 张徐良被高福元打动 在深思熟虑之后 答应了高福元的意见 并派他返回中共苏区 邀请红军派出代表 与东北军就合作问题进行谈判 高福元构筑起了红军和东北之间的桥梁 很快张徐良就在他的牵线搭桥下 秘密会见了周恩来 随后双方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张徐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 更为人称道的是 邓小平当时病入膏肓 正是张徐良亲自找来了大夫 才把邓小平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久而久之 还蒙在鼓里的蒋介石认为 张徐良剿匪不利 如果此时中央军亲赴西北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高福元等红色特工 就力劝张徐良发动兵舰 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 束缚了蒋介石联共抗日 虽然蒋介石暂时对共产党放手 但张徐良却遭到他的软禁 由此失去头领的东北军 瞬间陷入了混乱 直接导致了67军军长王以折备击 禁分子杀害更让人遗憾的是 105师师长刘多泉 错把高福元当成了凶手 将其诱杀造成了一个千古冤案 因为高福元属于秘密战线 所以他的死一直没有对外公开 直到1960年 周恩来想起了此人 并开始寻找高福元的家属 但这一找就是21年 1981年 高福元的家属被找到 他的遗骨也被挖出 重新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将其安葬在了西安市烈士陵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